預言故事真是專為小朋友而切? 超合金玩具配搬你我成長 到了現在都可以有價有市 那衣索預言 會不會都可以有它自己的價值和意義呢? 帶你進入最赤裸最貼近的衣索世界 聽完之後 不知道你又會拿到些什麼呢? 從前有本衣索預言 狗和鐵杖門 有隻狗在鐵杖家裡生活 鐵杖打東西的時候 一隻狗就睡到咳咳聲 但當它的主人在吃東西的時候 它就生生晚晚地走來走去 鐵杖見到這樣 就很好奇地問一隻狗 啊!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我咳咳的聲音 吵咳咳也不會醒呢? 但是我小小聲 竟然會吵醒你 咳咳咳咳 伊索先生說這個故事想說 很多人對於自己有利的事情 觸覺特別敏銳 反應特別快 而對於自己不利不快的事情 就一點都不在意 甚至沒有反應 HELLO 我是李丹 不知道聽著這個節目的你 對聲音有多敏感呢? 我想你也不會是那些坐在巴士 或者地鐵到不帶耳筒 把手機開到大大聲 在播片的人吧? 好像我這些對聲音有些高度敏感的人 真是覺得好惡頂 搞到真是火都來了 不過所謂高敏 就真是有些選擇性的 就好像這篇依索語言這隻狗一樣 我禮拜六 或者平日有得保駕的時候 就算好像前一陣子 隔離屋在裝修都好 怎樣平平盼盼 最多我都是醒一醒 跟著就繼續睡到隻豬一樣 你又會不會有些聲音比較敏感 有些就當它無道呢? 曾經看過一本書 它說男和女對聲音的敏感度 都是不同的 普遍的女性 感覺到最敏感的聲音 就是BB所發出來的聲音 是哭聲、叫聲、甚至呼吸聲 這些聲音來自很遠 他們都會sense得到 那男性在這方面呢? 就一點都不敏感了 所以就會經常被老婆說 對自己的BB沒有心肝 不過對普遍的男性來說 最敏感的聲音 原來是警號聲 似乎是對環境可能出現的危險變化 是會早些察覺 當然專家都在研究 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來自天生遺傳 古代流傳下來的求生基因 還是純粹只是興趣、 喜歡的事物就會比較敏感呢? 這些就留你去研究了 我是李丹 多謝你和我一起遊走衣索語言 狗和鐵掌門 主人,其實你很傻 我的狗當然是龍 我怎會聽到你們打鐵的聲音 其實我只是用鼻子聞到你們在吃東西 這些飯菜這麼香 我當然是來 平時我當然很少來 一如像阿陳借了他的龍耳 你們有的,你們做吧 做事這麼辛苦 有什麼要求做你那份的? 當什麼事都不知道 我只拿著自己那份東西做就足夠了 其實這個社會 一向都有這麼多懶人 懶人是會在響其成的 努力的事 就留給你做 哈哈哈哈 預言故事真是專為小朋友而設? 聽完之後 不知道你又會拿到什麼呢? 歡迎收聽從前有本衣索語言 有不一樣故事的性的性命 每一個人都有他感人的故事 每一把聲音都有要關心的地方 每一個月不一樣的人物 每個星期不一樣的故事 帶來不一樣的觸動 有故事的聲音 Show Podcast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還沒有張牌 人家 收聽到 不聽到 她要接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